敲诈勒索五十万 女人为何铤而走险 跟着小编一起分析 这个女人过得很惨 自己的亲生妹妹失踪了 父亲还是个毒鬼 整天找自己要钱 她还有一个因父亲家暴 而导致精神病的母亲 好在她还算孝顺 经常到疗养宴看母亲 不至于让母亲的日子 过得太差 不过她自己的日子 就不太好过了 天天担心父亲上门 要钱不说 开个理发店 还被客人羞辱 店也被客人偷偷砸了 走投无路的她 知道妹妹被慈善协会会长 王昌明绑架后 便威胁王昌明给自己五十万 她打算拿着这些钱 带着妹妹离开这座城市 但命运之神并没有见过她 王昌明的小弟尾随她 一番斗争之后 两人都身负重伤 女人和妹妹 依旧没能安全离开 不得不说女人的身世 也是十分的凄惨 儿时亲也目睹 父亲家暴母亲 致母亲患上精神病 成年后还要经历 父亲隔三畅火的 要债一样的要钱 还得知 父亲将自己的亲生妹妹 卖给不法分子 这些事情 但凡零一样出来 都足以让人抑郁 她却十分坚强地活了下来 是啊 如果不是被奉无奈 有谁会亲手制自己的亲生父亲与死地呢 她的生活 是赤裸裸的原生家庭负面影响下的例子 家庭暴力影响下的女人 心里会如何扭曲 走进花椅醉 让我们一起探讨